大家好我是菜刀 这个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油库视频 我们的花族果站的下一期新视频 然后这个直接的也是不多讲废话 直接上录像 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这个我这个OBS这个软件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家是看不到这个 就是那个我选取录像那个界面的 其实我这里面只能给大家形容一下 我现在这个我已经边上学好了 今天录像有呢有13局录像 但是多了一个零局的录像 因为这个为什么叫第零局呢 因为这局它是一个比较略有意思的一个局 是这个观众朋友给我发了一局 这个欢乐成双的一局录像 有的人说道哥这局录像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是在考虑这个东西 我觉得东西应该不是bug吧 可是他要不是bug的话 这是什么东西呢 反正没见过 有的人说道哥你要跟我们看什么呢 马上你就知道 现在你们说也没有用 大家就静静的看下去 反正也就七分钟嘛 而且我们四倍速度非常快呀 非常非常快 这欢乐成双啊 这个队友这个 这个主持人这个队友啊 有速掉线了啊 然后这个大师 过得败了 我们的月鹰跟那个夏侯敦敦单挑了 好多桃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夏侯敦敦回满了 其实对于在身份局那个排队 因为这个欢乐成双用的是纯身份局的排队啊 在这个排队里面其实黄月音想打赢夏侯敦还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锦囊的密度实在太低了 如果是标准吧 那个排队锦囊密度高一点点的话 黄月音应该是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吧 然后我们马上就到了本局游戏的亮点 兄弟们亮点 亮点了 大家注意啊 哦 下个回合 保护阵盘黑掉血 钢烈红桃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看 闪电判了一辆黑桃酒啊 大家注意夏侯敦刚才是三血啊 三血四手牌 闪电被批 然后黑桃酒被批 然后呢 吃了一个9 然后钢烈 大家注意一下 钢烈了一刀梅花 钢烈一刀梅花 大家都知道夏侯敦的技能呢 他是这个不管有没有伤害来源啊 他都是可以发动的 只不过这个被闪电 比如说被闪电批 他是遭天牵对吧 天牵的时候 就是钢烈这个我讲过 在果价里面咱们讲过 他钢烈的是这个 天对不对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会多一张判定牌 然而夏侯敦刚烈了自己以后 正亡了 这个 就有点 奇奇怪怪的 莫名其妙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夏侯敦的手牌啊 看一下夏侯敦的手牌 夏侯敦是判定阶段啊 被闪电批了 他还有两张 他还可以再摸两张牌 如果自己没有被钢烈死的话 夏侯敦他可以再摸两张牌 具体能摸什么 你不知道了 嗯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这军图像 我那也是做到我们欢乐国战里面 大家如果有人懂的话 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们这个 继续啊 直接上我们直奔主题啊 我们这个国战啊 第一局大奔周泰场赢 叫大奔周泰 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大奔是谁啊 这个主持人来自于我们这个 三西方区区的 着眼水晶的 着眼冰晶的朋友 发过录像 然后选择了这个 孙奔和周泰 然后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 我就忘了前 反正就前一天 有人在那个看到一个帖子 帖子里面 对吧 写几楼有亮点 几楼有亮点那个 大家都知道那个 我们我们有一个那个 我们三国杀有一个卡牌 对吧 武将的卡牌 就是身份局的卡牌 对吧 有个人发了一个孙奏的卡牌 把那个凑子给 PS成了那个笨啊 当时我笑笑尿啊 笑尿真的 可能有的人这个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在我那个社区 和铁班里面 这个黑孙奋 黑的特别惨啊 好了 我们看那个牌局啊 这个袁绍和田丰 手链开射 然后三楼一果 三楼一果 亮将 叶上说 只要没有队友这局 我就赢了 谁也拦不住我 这句话说的很对啊 只要没有队友 就我赢的啊 然后这个郭家 小兽郭先再见了 郭家居然先死了 这你能信 黄马再见 过河拆桥 拆一下七号位 杀一下八号位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先杀一下八号位 他明明有联系 我可以先杀这个张辽子 为什么要先杀到八号位呢 不乃江东小爸爸 绝不会倒下 激昂 这很激昂 不屈相同了 吃个酒 没有问题 顺一下 剩个兵来村子 再杀 不屈 再杀 又是不屈 石头 填锋还有杀吗 铁锋行 没有杀啊你吗 袁绍害怕龙奔 救了一下八号位 邓哥欺不去没倒 袁绍救了一下七号位 说明什么 说明七号位是个群雄啊 原来这个八号位是个群雄啊 我觉得袁绍当时呢 多杀一刀马腾 如果袁绍想杀一刀马腾 也许对吧 也许袁绍能赢 然后我们奔哥非常坚挺啊 岂不去没有倒 然后一个决斗轻松获胜啊 也是非常自信啊 够拆南蛮决斗什么都不用用 因为那个案子是一个群雄啊 直接决斗是我赢的 直接决斗是我赢的 就是就算那有个桃 你还有南蛮和南蛮呢 对不对 还有南蛮和杀 就算他是吕布啊 他有一张杀 我们有两张杀 所以说其实孙色决斗的时候 还是有点危险 还有点危险就是 万一他是一张杀 你只有一张杀的话 你可能会被吕布的无双啊 怎么着的 总之就是还是稳一点点 先拆会好啊 因为袁绍最可的 他肯定是群啊 拆光 他不可能是那个 老诸葛空城啊 什么的对吧 然后我们下一局啊 依然是我们这个大笨啊 看谁敢黑我大笨哥 然后这一局路线的名字叫做 被排队宠幸的男人 笨哥真的是一个神将啊 黑不动啊兄弟们 这是这这一局 尤其是一个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不可能性的局啊 主持人来自我们这个 四五区关键席八九 江新笔新的朋友 翻过我录像 然后主持人选择了大笨和黄盖 然后四血黄盖啊 没有问题啊 当然选三血也可以 所以当然选择了环境 选三血脆皮 很容易被卫国怼死啊 然后这个二号 非常嚣张啊 对着这个卫狗 一顿猛操 然后这个曹操亮将 这个报仇 原来是一只小蔡文鸡 大笨哥过装备 没有问题 手牌非常不错的 决斗有两下一闪 一个张良曹匹 双亮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非常犀利 非常嚣张啊 表示我们要开团了 三打五了 打死一个就能打 然而这个真机说 并不是三打五 不要怂 这局我们是四打四 断其量 何以可仅有 以何为贵 周瑜大师 撸了一发 技灵貂蝉 拼点儿 杀曹操 撕解曹操啊 集会他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张和这个放AOE吃菜 这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曹西把这个主术角给翻了 大师也会阵亡了 落下这个翻面的 因为他可能觉得调查已经必死了 所以说落上主术角也没有问题 他存不住卡了嘛 张都被断肠了 谁没什么问题啊 雷锡骨于此 一致四方 主术角也是绝望的偷拐啊 飘摇兮 若凌风之回血 将军魏国 有的人说现在这个魏国人血线都不是特别好 主术角满血黄盖添过了 添过了以后出来这个虎肉收拳场不是也很正常吗 可是你们想多了 大家真的想多了 因为他并不是满血黄盖 分分钟被怼到凉血被乐了 九杀潘红 冰上 也就是说主术角是凉血凉手牌啊 被冰被乐 能翻牌吗兄弟们 还是卫国 分分钟张和跟曹操都回血了 我们这个也是这个 天过了 天过了乐 决斗一下 激昂一下 先困入了一下 决斗 这个G队应该重铸一下 重铸一下 顺下曹操 然而没有顺点桃子 南范儿秦 这个邓外有桃子 救了真姬 不知道还有没有桃子救曹批 没有桃子救曹批了 没有桃子救曹批了 过得半 真姬过得半 这样的话四张人头牌 再加三张人头牌 七张人头牌 而且是带帐巴的两个决斗 可以先用红杀杀一刀 先用红杀杀一刀 先用红杀杀一刀 再开戴牢 当然主角可能觉得牌已经很多了 无所谓了 什么 这是一个小细节 你这个戒刀千万不要用 这个戒刀千万不要用 这个戒刀可是有可能会让你死的 主持人家表示那些是非常稳的 非常稳的 看着有点编 有点小小的嚣张的感觉 这刹一刀那疼疼 对吧 非常犀利 然后就是这样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真的是两写两手牌 这个当时卫国有桃啊 而且曹批是一写的 而且被冰被勒就这么赢了 真的是像录像的名字说的那样 被排队宠幸的男人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大笨啊 真的是神匠啊 兄弟 真的是神匠 神匠不动 有的时候智能好白板 但人家有神匠这样的技能啊 人家有这个光环啊 你和女士像我们的潘洞凤凰德 一样的 对不对 潘神和庞神 这种武将往往都是黑不动的 大家不要乱黑了 以后 再黑的话要遭天前了 好了 我们看下一节录像 下一节录像呢 是一个 呃 叫做大起大落的这个袁绍 大起大落的袁绍 主持人员是来自于我们这个 四五区关键启发 叫做若熙四的朋友 发动了 像 选择了弹脸和鲁肃 这样一个组合 孙权非常嚣张啊 抢了个手量啊 但是 忙记得了队友 不过还好 闪躲也不伤 主持人员是 直接亮出来 直接亮出来 给他让丢装备 有点犀利啊 这吴国其实这个节奏并不好 我觉得不应该亮的 可以按着可以按着 然后嘴哥一看啊 毫不犹豫啊 直接 直接射箭了 简直充足 尽管取用 射了两发 曹普希放了一台袁绍 希望袁绍继续射 应该是这个意思 袁绍也是非常那个 争气啊 三张牌射了一发 曹普希继续翻袁绍 表示吴国太犀利了 还有按下还有两个三血五脉的 实际受不了了 对吧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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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鹰 good bye 草皮这时候不要卖了 草皮 如果草皮你要是没有酒没有糖的话 其实不应该卖了 因为你要卖的话 你可能就被一个火宫呀 一个怪石斧呀 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然后这个吕蒙在骂那个二张 疯狂的骂二张 然后这时候他们说这个袁绍在打工啊 袁绍说别走那就看着 其实我觉得袁绍说这句话的资本是什么呢 资本就是曹丕说他要有斧子的话他就赢了 可能意思就是说袁绍有一个什么火宫啊 什么的强重的东西 原来他是一个河太后 就这样的话真姬曹丕就被毒死了 其实真姬曹丕如果当时不卖血的话 他就不会被毒死了 还是自己太浪了太浪了 如果他没有被毒死的话 这手牌怎么着都打死袁绍了 轻轻松松啊 轻轻松松 然后这局录像呢 就是跟大家讲啊 这个 你作为这个真姬曹丕啊 你希望袁绍帮你打工的时候 但是你也不要卖得太狠了 最最最最最最最 起码你手上得有一个酒头 或者说你最起码这是良心啊 也不要无脑的卖啊 无脑卖的话真的 因为大家知道有有不是说 你有一万张闪啊 比如说你有一万张黑牌的真姬 对吧 也就是说你有一万张闪 并不是说你就能防住所有的输出 抵御所有的伤害 你要知道有很多很多伤害 它是强重的 火弓 怪石 铁索连环火弓 铁索连环 属性杀 或者是驱火呀 强袭啊 当然驱火强袭可能是卫博本身的 对吧 比如说周瑜的那个反剑 等等等等等等 他有很多还有核太后的这个阵毒 对吧 这好多好多东西它是强重的啊 不要去 卖的太过了啊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条路上 下一条路上就是依然是我们这个 跟我们大嘴有关的录像 叫做 教主配合袁绍 一发一个位 三分钟解决战斗 三分钟解决战斗啊 非常犀利啊 录像的名字叫做 教主配合袁绍啊 一发一个位啊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主线来自一区五股风筝 叫做 QQ4258的朋友发过录像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七号位啊 其实有两刹 一闪一枚花啊 手牌还可以 如果把这枚花花想闪的话 就更完美的 对于张角来说 两闪两灰条两套雷嘛 今天这个鼻子有点鼻塞啊 今天 嘴哥 亮将 然后直接批这个司马懿啊 随时啊 随时上来一两闪啊 非常有信仰啊 然而这个所有在场的人 居然没有人有头啊 然后曹西跟斗亚亮将 继续这个去雷这个曹西 那没有头肯定死了 又有闪了 又有黑条了 再来 然后又死了一个 然后袁绍再杀这个 其实这个最后一发 其实雷二张 我觉得好一点点 当然他可能害怕雷死队友啊 也行吧 他觉得 他觉得稳定点 把邓爱打死 拿了邓爱的人头牌 这么多张牌 就算不管这个案件是什么 三打二也翻不了盘了 对吧 而袁绍也是一张杀了 就把他带飞了 真的是 三分零四秒结束战斗啊兄弟们 三 本次这个游戏啊 这个袁绍放了三发万剑 主持人雷了三发 直接一发一个位啊 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 一发一个位 三分钟解决战斗 然后袁绍再出了一张杀 把二张给打死了 非常快啊 这个有的时候 群雄暴力起来 真的是特别暴力兄弟 特别特别暴力 然后再看 看第五局录像叫做队友偏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并不是主持人在这个 这个 嚣张在这发挥的一个局啊 叫做黄盖 丁凤一打五 主持人来自于我们一区五股风筒 叫像夜天的朋友发过录像 主持人选择这个旅蒙小桥啊 那么黄盖丁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呢 在我们的欢乐国家里面 大家都知道 很多很多局呢 是偏娱乐 偏好玩一点点 大家看着养眼的 并不是说 特别特别的磨叽的那种技术局啊 特别特别磨叽的技术局 我会专门做视频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所以说上次有朋友说 大哥你这个视频 能不能做的这个 更加技术一点点 等等 怎么知道 这个问题我也就是 我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 再次跟大家强调啊 这是一个欢乐国家 它是比较偏娱乐的 比较偏技术的局 我们在这个 我会做一些小视频啊 主持人呢 也是挂两个装备 我没有客气啊 自己仔细看了一下 8号位的真机 然后下加 这个2号位跟4号位 都没有动啊 5号位 5号位 拆了一下孔容 吕布 但是这个2号位 好像打了孔容啊 好像是 跳了个黑群 这些都不重要啊 因为这个我们 不在意细绩啊 黄盖钉缝 手晾了 被抢了 是否手晾了 没有手晾了 人家被抢了 然后这辆将啊 苦肉掉十几张牌 然后凉血啊 这个黄盖这个特别稳啊 他留了一笔血啊 保持这个稳一点 别死了 小猪狗要叫 杀 断兵清贾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4号位啊 没有这个去 戒斗的时候 4号位没有出杀啊 黄盖可能觉得他不是好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这哥们是四血的 吴国人盲狙四血的 而且有小乔啊 而且有个队友是小乔的 我觉得盲狙四血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也是挂了个简易嘛 奋讯一下4号位 非常犀利 让4号位好像再见了 让小猪狗跟这个8号位 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可能是 想带飞前面的两个人 保持那个小乔联中 毕竟小乔在副角 这个 比如说小乔主角 是一个塑上香 可以睡觉 或者说是个鲁肃 可以把5号的牌给定乎了 或者是号施啊 怎么着的 不管怎么样 天打死前面两个 总是这个有用的 让暗家呢 出桃子救了这个金鸡啊 这样的话金鸡再见了 杀一刀 然后这个联络被反馈了 两出来 乐上 客戟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可以客戟啊 那个定数死就死了 主持人不要救完 因为可能会屈虎裸奔啊 因为我们是那个 可以 李蒙小乔打司马懿巡运 应该是真的是非常轻松啊 感觉 一个火攻 轻松结束战斗 这局游戏真的是 黄盖丁凤也是非常自信啊 觉得自己我赢了 只是 郑王了就走了 就不用看了 有什么好看的肯定赢了 非常犀利非常帅气的盖叔啊 自信的一逼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局 夜市有跟我们的盖叔有关的一局录像 但是这局录像 或者说 他叫做老汉推车啊 孙上香黄盖 这个组合 有人说这个 这种局有什么好发 孙上香黄盖的局 不是都是 不都是这个 发过数次了吗 也做过数次了 这局录像的名字叫做 排队在手 对吧 何须连弩 对吧 也就是说 以往我们看的香香黄盖 都是用连弩去收场的 这局录像呢 他就说他没有连弩 不用连弩就能收全场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排队都在手里面 兄弟 你还需要什么连弩呢 我们也是 主持人来自26区 叫做主海的朋友 发动个像啊 直接也是苦肉啊 消极 果牌 先开个A啊 他留了一个9 可能也是害怕有2B小条弹啊 或者是怎么着 都很正常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被我的2B小条队友给弹死了 看我的厉害 看我的厉害 过弓 过弓 两个9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吃一下 然而并没有启动排队的样子啊 结果被落到的那哥们救了他一下 三二位救了他一下 看来三二位也是一个 对这个 孙上香这个 对这个孙上香这个 黄盖这个组合比较了解的这个玩家啊 他可能知道这个组合比较犀利 就一个头就有可能会这个 对吧 带他赢了啊 也救了一下 堵了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啊 火燃啊 启动排队了感觉 看一下貂蝉 哎呦 这个好像已经过到新排队了啊 这个所有的基本排都在手上了 那么这个排队里面就基本上都是装备和桃还有锦囊了 火攻 这是个雕坛啊 其实这么打雕坛还是有风险的 万一是毒菜怎么办呢 小达西一个老头 带着狮子有一个坛去放换剑啊 没有问题啊 这样的话就算有装奖也欺负死我们 这个主持者这个小细节处理的非常不错啊 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开无中呢 远交进攻 这个问题我讲过很多次啊 老汉推车这个组合在出牌的时候 男朋友新基本上是可以随便放的 就是你只需要小心一点 别被四马亿反馈连动 但这个一般很容易做到对吧 但是只要你别挂连动就行了嘛 对吧 但是你要是这个放换剑的话 你要有了点 最好是有外 有这个白石子和有酒桃的时候再放换剑啊 否则的话被张脚劈一下真的很伤啊 可能直接就被劈死了 这个主持者到现在为止 期间为止还是没有连弩啊 他用这个决斗呀 火攻啊 AOE啊干掉了雕缠画图 又干到了这个张脚 但是圣柴也用了很多啊 继续过牌 让他看一下夏家 是个孙奸啊 是个猴子 铁锁连环 火攻风灯 火攻风灯 拿远角进攻 这个孙奸为什么不拿这个无险可击呢 孙奸 我觉得孙奸是不是应该拿无险可击呢 孙奸 然后这个孙奸救了一下主持者 没有连动的话 拿起来还是略有压力的感觉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开了团圆结役 继续苦 继续苦 火牌 又来一张技能啊 火攻跟南蛮 但是这个南蛮星可能放的话要悠着点 但是刚开完团圆结役可以放啊 因为之前的话队友一血可能不太敢放 继续苦 这样的话 基本上到了这里感觉就已经 呃 对面感觉就已经 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这个排队 几乎啊 已经全都在手上了 感觉 只要刷下去 你看这个装备桃子啊 不断啊 这个远角进攻 讨厌结役什么都回来了 而且顺拆啊 基本上马上顺光了 暗家的 暗家的这个武将也被看光了 内裤也被看光了 内裤也被看光了 这一局游戏 有些人都跟这个什么好看呢 我们就是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组合真的是兄弟 没有连动也是可以收全场的 真的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运气够好 能够启动排队啊 你想啊 整个排队都在你的手上了 你还需要连动吗 真的不需要了 真的不需要了 真的 你只需要用所有的顺拆 所有的南蛮 所有的决斗 所有的火攻 这些东西就够了 我看了一下 那个暗家是个机灵啊 知己知彼 大乔先看一下他是不是骗人的 果然不是骗人的 果然不是骗人的 看我的厉害 看我的厉害 铁锁连环 虎堂倒火 鞭吃我宝负 攻击 顺手牵羊 这只能顺孙间了啊 以意代劳 可以放万剑其实啊 放万剑吃了那个孟霍 看我的厉害 铁锁连环 看我的厉害 没地儿顺了啊 不没地儿火攻啊 开火攻自己 当然现在又来一辆铁锁了 开火攻八号位了 看我的厉害 然后再火攻下八号位 原来祝国连都在八号位的手上 不过都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你们已经全都死了 这个孙先生你继续刷一副牌 这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了 你编尸了吗 没有必要啊 但这组合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非常非常强大兄弟们 没有诸葛连组 依然收全场啊 而且不仅仅是收全场啊 而且把暗警所有人的内裤全都看过来了啊 也是不会杀死队友的 就是这么屌 然后我们大家看下一个录像 是一个卫国的录像 叫做最强攻击VX最强防御 那么我们听了最强攻击是谁呢 好的 我这选项方也出来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主持者认为这个组合最强攻击也不为过保 因为这个 主要是刀哥曾经用这个组合打出过 一局打出过45点伤害啊 所以说 这个组合被有些王家誉为这个最强输出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主持者来自久去邪道连环朋友 叫做陈小行啊 然后这个主持者的一换位的队友司马真机 抢的首量非常犀利非常烂啊 然后K 贾许祝容 主持者也是忘信了一下 拿到了诸葛AK 许胜 勒不思蜀 许胜苦逼啊被勒了 大师 直接给六号位分了三张牌 盲耗施了 因为觉得自己要死了 下轮几乎没有下轮了 然后贾许 贾许也是这个没有离间啊 逼越了一下 这六号位偷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七号位 挂了个帐八 萧姬 挂这个 八卦代劳 呃 这感觉好可怕啊 苏上香 九杀 主持者也是 有点没有乱忘戏啊 如果忘戏啊 苏上香 会摸到一张加一马 跟一张无中生有 应该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话 苏上香 一人摸两张吧 就是苏上香先摸一张 往戏这个四马一就不要反馈了 挂联组了 何居小臣往事 莫再提起 大丈夫 何居小臣往事 莫再提起 大丈夫 何居小杰 大师没有杀啊大师 大师都是陶吗 这个决斗一下两滴血啊 这只能杀苏上香啊 顶着这个香香 顶着这个徐胜啊 顶着徐胜啊 杀香香的八卦阵啊 还是非常难的 而且香香刚才丢了个简一马 小几了一下 香香这时候居然把八卦阵给丢了 为了够牌啊 口弓这个被无懈了 然后继续杀香香 没有闪啊没有闪 忘戏两张牌 顺一下 九杀 香香有闪吗 这个仲泰真是苦逼啊 有这个萧姬 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 有这个移成啊 没有闪啊 而且忘戏了一万张牌 换牌也是救了他 不救他一路推过去了 然后香香还是没有闪 十二张手牌啊没有闪 忘戏 哎呦还是就最后一张杀啊 这没有杀啊 还有香香没有闪没有闪 香香已经标到了十四张牌 画图 画图没有了 香香救了自己一下 要忘戏 还是只有一张杀啊 继续杀 香香还是没有闪 十五张手牌啊没有闪 吃个九 要死掉了 天色连环 天色连环 先把桃吃了啊 防止内二娘 透过来是个2B队友啊 有个桃 月鹰 阵王 都速阵王 只有一张杀啊 杀画图 画图应该是 没有红牌了吧 一张飞牌 两张这个杀 画贾曲 往昔 无中生有 贾曲的无 诶刚才其实贾曲就有无限的 没有打啊 主持人也是 这个把这个废牌都给丢了 留了三两闪 看司马真机能不能搞个武器 把这个贾曲貂图打死啊 司马真机这时候 顺了一个人王盾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他 他应该是那个五六剑去把这个 假起雕牌打死我 假起雕牌还没有乱舞呢 好在不能离剑啊 过来个桃甲 可能司马一没有杀啊 我也没注意 带牢 把司马一过下牌 司马真机有一张雷鲨 有距离吗 戒刀杀人 过河拆桥 拆手牌 雷鲨 这样的话 将军团阵争亡了 这样的话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字幕后打这两个人 真的是 单天的话一个都打不过的啊 就是 这一局真的是 像路线的名字说的那样 最强 最强输出 VS最强防御啊 这个香香周泰啊 有这个两个装备 这个有徐盛帮他移成 还要画头去救他 都被这个 这个李典徐处给怼死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犀利啊 看着也是非常好玩啊 然后我们看 然后接下来三局录像 都是一个曹丕郭佳的局啊 就是 就是 给大家告诉一下这个曹丕郭佳 这组合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非常非常厉害 这组合 这组合就是 大家这组合可能有点怕乐 但这组合非常厉害 我们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局呢 就是 大家记得以前我们这个 用这个李典的时候 去刷这个曹丕郭佳 刷曹丕郭佳 曹丕郭佳 一记放逐都 都给把所有的牌都补给这个李典 对吧 李典一会可以把牌队给刷光 对吧 今天呢我们这个 先看一局这个曹丕郭佳的一局 主事点 一局主事点的这个 这个这个录像啊 主事点来自于这个 一区叫疯狂的炒饭的朋友放个录像 起手两个桃子啊 杀这个主事点 要忘记一个桃 给他一张男妈和一张杀 陶渊结义 男妈新挂脸都放他妈 意思是有杀都给我啊 给他一张杀 红牛红牛 为什么刚才不背锅呢 决斗 这时候李典表示我要双牌了啊 李典这个远郊进攻 然后杀那边那个八号尔 其实杀孟霍好一点点 八号尔万一是个卫国的呢 但是他觉得八号尔放南班的时候 他挂脸都放南班的时候 八号尔没有跟他卖喜啊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杀八号尔 又害怕鲁奔了对吗 所以说思路要统一啊 紧着一个杀 杀死一个是一个 马上就是藏皮联洞 是我一局 自当化解私怨一命 是邓阿姨在这骂啊 翻我呀翻我呀 翻你干嘛呢 自当化解私怨 火杀 闪 雷杀 闪 闪 杀 其实曹丕这个里典 可能是这么一张杀了 想赌一下 邓阿跟曹丕加起来有头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敢赌呢 啊 为什么这个还敢赌呢 我说实话 这个录像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就是他杀第一刀赌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真的 像第二刀那个 我就觉得有点这个 说实话 我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录像的 这个玩家跟那个里典 他俩是不是认识的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 这个问题咱不考虑啊 确实有点可疑啊 然后这个 刷牌啊 这样的话二哥跟红牛就被怼死了 然后先杀三血的 他不敢杀四血的 虚了 这个卖血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是 直接有杀就出杀 没有团就 没有团就直接有团就卖血 这个是 这个不能说什么 但是之前那个确实有点可疑 天使连环 雷杀 诶这个没有团你还敢呢 啊 里典 这里典 你不是没有团吗 为什么你还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确实非常可疑啊 感觉已经跟费房子一样了 真的 这几个动作感觉都确实非常可疑 然后这个里典已经标到了30张手牌 杀华佗 不忘戏了 其实忘戏也没有关系 反正华佗都偷管了 我的是我的 我的是我的 我和拼着 还是我的 万剑齐方 为天使 这个时候曹丕啊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闪不出啊 这个明显应该出闪了啊 万一我奔了呢 万一没有袍死了 我奔了呢 你死了 然后里典都奔了 然后马上四号位跟八号位动 你们真的可能会输的 几股于此 已至四方 然后这时候周泰表示不玩了 和整个排队作战 基本没辙啊 灯爱说该给我表现了 我表现了 出了个头啊 灯爱这名玩家也是特别幽默特别好玩 我救了灯爱一条打了个感叹号 这局游戏我出牌了 对吧 这就没有必要了 直接怼死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了真的 二张陆迅阵争亡 这一局呢 我们是给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曹丕这个国家主视角 被这个0.6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一个录像啊 一个录像 然后因为我们是欢乐国家 很多细节大家不用在意啊 不用在意 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局叫做 无脑强撸国家曹丕 为国2v6轻松获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国家曹丕他 有些时候啊 你觉得形势不太对头的话 是不应该 被强行集火的一个一个角色 但是真的是这局录像的名字叫做 无脑强撸国家曹丕啊 为国2v6轻松获胜 我们看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啊 一会儿会放关键 真机首辆 国家曹丕放逐了上加三线不卖的 然后二号位马超张飞 火攻 用桃子去拍啊 这个时候 这个牌队大家可以数一下啊 已经出现两个桃子 已经出现两个桃子了 就已经出现两个桃子了 然后只是两个桃子 这个牌队已经出现三个桃子了 录这个曹丕国家 已经出现三个桃子了 三桃一桃 主角翻这个金鸡去了 马超不打了 没有杀了什么 香香 三桃一桃 我们可以数一下 这还是有点好玩的 虽然像吃了一个红桃的桃 一会儿这个牌队已经出现四个桃一个桃了 他出了不是主角被剩的那个三桃桃 已经五个桃一个九了 五个桃一个九了这个台队 配无限了 二哥 二哥其实可以挂出去 上来的草皮啊 但是主角比较猥琐啊 四五区的朋友叫做征兵没马 好 真击夏侯敦 二十五张手牌启动 开一下乐 桃园结义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杀 这看来是有中国连弩了 没有 用了铁锁连环没有打雷杀啊 果然啊 果然啊 果然有这个属性沙 和AP 放在帽星 表示我要吃菜 草皮把真击给翻回来 给真击牌 真击有减一码吗真击 如果有减一码的话就结束了游戏 蔡文吉说有两个减一码 我刚才扔了这个牌队没有减一码了 然后郭家兽刚才摸到减一码 哈哈 郭家意思是说他刚才给曹丁 郭家意思是他刚才给真击摸了一个减一码 那就太厉害了 然后诸如说卫国这个阵容怎么可能2v6呢 都是两个菜鸡送的 所以说这个不要无脑强撸真击 不要无脑强撸郭家曹丁 尤其是郭家曹丁已经发现真击下了蹲了 你们就不要打他了 真的不要打他了 郭家说还好刷了三张手机卡 刷了一万张头 这真的是苦逼啊 又出头 后来我就不数了 真的是这个曹丁 这游戏吃了一万个头 真的是吃了一万个头 我最难射 压到一血压到一血是吧 我还以为他把这个关羽压到一血再去打那个周泰呢 18秒手还启动了曹丁 你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打呀 我绝不会倒下 就这样 根本就没有办法玩嘛 泰哥也是非常坚挺啊 非常信仰 表示我不想投降 可是哥哥这不投降 不就是留着被憋屎吗 泰哥说不行 我得发动一次我猴子的技能 也是吸不去啊 但是真的没有机会啊兄弟 有埋伏 真的是无脑强撸曹丁郭家啊 真的是要付出要付出代价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下集录像就知道 宇宙家两桃天过乐 其实这集录像跟上局有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处的感觉啊 主持人来自于我们971的NOOB的朋友翻译录像 主持人是曹丁郭家 二号位移产一桃 周瑜手亮 决斗 一记 并没有放逐啊 九杀 闪 一代劳 勒不思蜀 痛苦吧 他给了四号位两张牌 一张代劳 一张南蛮 他觉得自己被乐了 希望他放南蛮吧可能 然而天过了这个乐 天过乐 桃子天过乐 非常犀利 火攻 无险可击 重铸 又一个桃 杀 黑杀这个损策 没有问题 三号位 挂了个简易码 挂了个闪电 四号位 挂了个海冰箭 拆了一下夹雪 亮了个尾幕 他可能不好意思拆了个国家 应该不是卫国的 因为丢了个南蛮没有放啊 这个南蛮亲国家给他没有放 感觉不像卫国的 黄盖 来 香香 看我的厉害 看我的厉害 附腾导火 身体要紧 火杀 司马懿 诸葛AK 杀132 不知道为什么要杀132 132不是丢了南蛮亲的吗 他觉得132没有拆这个曹丕 是不是 没有拆国家 路上 拆闪电 继续杀四号 强撸四号 强撸灰飞烟灭 有毒菜啊 不知道是谁 卖血 把牌都给司马懿 放逐了周瑜 孙策 司马懿表示我不反馈AK 由本身体又赶紧打四四号位 对吧 反正没有放AOE的人 我不相信他是我们的队友 开始强撸这个曹丕国家了 因为杀这个司马懿要被反馈的 一记 这牌都给 7K小时都给司马懿啊 真的要强撸啊 真的要强撸 有个闪 七七回儿 有没有人救一下 假许救了一下 看了个唐炎蝶翼 给这个曹丕打个无限 再苦 放万剑 这个掉血了啊 因为他觉得这个 假许如果乱我的话 自己也会逼死的 还要赌一下 司马懿说别翻我的 这肯定不能再翻你了 这边 那这边闪为什么不自己拿着 我没看懂啊 我感觉这个闪可以自己拿着 他之前不是给一张麒麟弄红头的吗 无中生有 过河拆桥 借刀杀人 雷杀 闪 决斗 杀 杀 孙上香 他们好像一直在骂这个魏国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 假许说什么关于大孙子啊什么的 这个司马懿 当然一直在那说 然后这个 又添过了一个桃子 兄弟们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真的是桃子添过 火杀 然后司马懿 下火约 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 南白肉七 司马懿说 掉血翻我 给我牌 为什么呢 你有简易码和联统吗 如果你要真的有简易码和联统的话 你应该挂出来简易码呀 司马懿说 何说 和这招人玩游戏不需要素质啊 因为他们一直在 对吧 他们一直在这个 通牌啊什么的对吧 我们这个 和这招人玩游戏不用讲素质 这个 从这个句话里能看出来 司马懿 其实很多很多这个 呃 说牌的人 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对啊 就是这司马懿 这个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和这招人打游戏不用讲素质 特别好玩啊 特别幽默 不管怎么样啊 这游戏跟上级游戏的一曲同工之处就是 强撸曹皮国家兄弟是要倒霉的 而且这游戏是一个2v6啊 这样的话就游戏就结束了 真的游戏就结束了 其实这个司马懿的万剑放的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会有夹取 可能是张角吧 之前司马懿放关键的时候夹取掉血的 有可能是他是张角 他觉得司马懿后改他不愿意出闪的 比如说我要是那个夹取张角 我有闪到时就不会出的 我要掉血 一会儿骗 让那个你看到没有 他真的是张角 只可惜他没有闪 司马懿的万剑放的还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当然也许到时候有两个桃子不会被劈死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在意细节了 突然怎么样 到这集游戏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司马懿说 和这周人玩游戏不用讲 司马懿说 特别好玩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集图片 谈谈谈谈谈谈 是一个比较好玩的 大家都是一个干净小桥啊 很多人都觉得干净小桥是最弱的组合 其实我已经在我的直播间跟大家强调过一万次了 干净小桥这个组合绝对绝对不能算非常弱 他你为什么呢 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单小桥 大家都知道三写单小桥到了残局都非常非常恶心 只要他血线没有被残局 严谈里都非常非常恶心 更何况他是一个可以把梅花牌当过河台桥的一个小桥呢 还是非常厉害的 他是一个加强版的小桥 加强版的小桥 主视眼是来自于26区 叫做K死G9的朋友发给我们录像 大嘴放了一发啊 碰到了司马懿 好像有点尾了 旁得拆一下司马懿 又放了一发 曹操亮将 排司马懿 没有桥吗 好吧 这让他司马懿就正王了啊 袁绍也是收了奶奶人同牌 张辽 张辽曹操 张辽曹操感觉还是挺会玩的 偷暗将 偷一个三写不卖的和一个小桥的手牌 觉得他还行 但是也可以考虑偷两个暗将 但是可能觉得小桥比较恶心啊 偷了一下 没有无脑偷两个明将啊 最起码还是有思路的 但是这个火攻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火攻这个一号位呢 这个直接亮出干净来啊 这个装逼偷管啊 战术性偷管装逼 然后这个八号位弄磕两头 一号位吃头 顺个盾 没有亮将 二号位一血零手牌 还不亮将吗 真姬 杀庞德 聚首 嘴哥放箭 送了一个连弩和一个酒啊 弹死真姬 还真的就弹死了 还放 你叫我父亲下人 小九天下 谈下一家 我不敢谈曹操了 因为曹操手上有个连弩 有个酒啊 不敢谈了 华桃 冰上张辽 曹操手上有个连弩 有个酒 我觉得华桃没有必要救了啊 因为他有酒杀了 好吧 他没有出酒杀 他就留了个酒 杀了一个庞德 华桃救了一发 然后八号位 哎呦八号是个队友啊 南面有新 曹操手牌是一张九啊 那游戏就结束了 一张南面有新 直接结束了 因为我还有一个天香啊 真的是这一局游戏主角啊 运行也非常犀利 而且这个把天香运用的零零进制啊 三次天香啊 这个第一次弹死死马翼 第二次弹死真鸡 第三次弹了队友黄盖啊 补了三张牌 对吧 就是摸了三张牌 不能叫补牌 又掉了一滴血呢 对吧 然后最后一次弹死曹操啊 真的是非常好玩啊 也就是小桥骑士这个武将 你玩玩 如果运气比较好 玩的好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局啊 下一局是一个大场面 叫做闪电电死八个人啊 电死八个人 当然可能没有电死啊 就那么一说啊 就是电了二十四点血啊 这一局游戏呢 看点就是闪电啊 电了八个人 这一局录像 我们直接这个八倍速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闪电啊 特别稀奇 特别好玩啊 小钟格 张角 老猪哥 老猪哥 老猪哥觉得五号位 这时候没有去掐张角 不是什么好人 马云 主持人这个丢牌 统统连起来 统统连起来 小猪哥非常愤怒啊 被那个批了一下 非常愤怒 我要怒烧张角 跟那个五号位 这个五号确实非常像群雄啊 马云在杀了吗 哎 主持人看到了一个队友 敦敦 敦敦挂了一个产店啊 敦敦 露香香 对啊 两张无限可敬啊 全场只有小猪哥跟马超 没有在铁锁里面了 看我的厉害 然后四小猪说 干脆就都连上了 反正我有头我不会被批死的 对吧 张角想解这个铁锁 小猪哥不让解 大家都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局 看谁的桃子多了 张角表示 我已经有桃子了 不害怕被垫了 然后马云被垫 主持人 翻了一个孟霍 四双三双桃子 藏子 孟霍 庆可觉得怎么打都赢了吧 绝对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啊 真的是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最难受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最后一纪录像 最后一纪录像 名字叫做 这是一个卡牌游戏 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卡牌游戏 是什么意思的 兄弟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牌类的游戏 他就算你的武将技能 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 就算你的武将技能有多强多强 哪怕你是真鸡国家有多强多强 你没有牌 依然就是白扯 哪怕你是一个森三写的白板 哪怕你是一个一写一上线的白板 只要给了你给了你十张手牌 你也是能干很多很多事情的对吧 比如这个游戏呢 归根结底 还是靠牌来获胜的 对吧 然后主持人来自378区 又有叶星山的朋友 发了无论像 四倍速度写 黄云云亚数量 请你查批 比如这与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父子组合 还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发挥的 这是亲父子啊 而且有珠联闭合的 看到了一个小张合 遵律 上面草操非常苦逼啊 被垫了 然后弄吃两条回马 草操说不行这个闪电披露 我得再挂上 让他别人 换顶装备啊 为了解冰空间也还行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张河 这个一号位也是个卫国的 还在装逼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卫国的人 你本来就是卫国的 而且你特别二也知道吗 一号位 你不害怕你自己演了吗 主线非常狠啊 没有救这个黄云 主角卫国的 非常狠 其实我觉得曹丕还是应该 这个时候香草鲁素就被垫了 主持甲救了一下 这是一个牌类游戏啊 兄弟们 牌类游戏 放A 主持甲的技能现在在 主持甲的技能现在在 已经不发挥作用了 真的 就是靠牌 当然啊 这个寻遇草屁掉线也是一个契机啊 寻遇草屁没有掉线的话 没有这么轻松啊 没有这么轻松 不过从结果来看 还是可以打的 这样的话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像我说的 主持甲最后还多了一万张杀 多了一万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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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万点兔啊 因为 是赵云嘛 挂连弩 也就是说还是我那句话 这是一个牌类游戏 就算你的武将技能不太好 只要你的牌好 还是非常 非常非常犀利的 也就是跟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玩身份级的内奸是有点像的 对吧 你内奸也许你有一个弱将 但是只要你有虚包的意识啊 然后把牌给摸好 还是摸的牌好 还是有很大的赢面的 你的将带好 但是你的牌太大 你也赢不了 对吧 兄弟们 虽然说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啊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期意见 这个本期花斗果量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